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再次请上倪平老师和岳云鹏 有请 给两位老师拉拉票吧 家众先请 大家看过的宁静老师的那个表演 他有一个灵魂 我觉得敏堂老师 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给秦王和敏八子注入了另外一种 我们两个人理解的他们俩的灵魂 我觉得这个是敏堂老师的优势 谢谢家众 小玥玥 又到我的时间了 我是这样 你要来一段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觉得敏堂老师和家众老师 真的配得非常好 我想说你老师这么大岁数了 这么大岁数了 是吧 会说话的 全社会要怪老年人 又说错话了 我觉得我们完成任务了 而且不留遗憾 昂首挺胸往回走 没关系 你觉得你是把结果说出来了吗 我们还没投票呢 不好意思 阿修又说错话了 我好不容易拼到现在 他把我拖走了 怎么回事 我觉得乐乐跟弥平老师能在这样的舞台上 特别是决赛的时候可以选择这样的作品 我觉得肯定是内心的能量是很大的 而且我说实话我就是喜欢 谢谢 谢谢 我已经学会了 我已经学会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表决投票了 有请108票的持有者 谨慎公正地投出你们的选择 1号给弥平老师投票 2号给敏涛老师投票 投票 开始 好 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 请看大屏幕 你不在 我跟谁说去 当身影依旧 感动还是没缘由 你和我 不应该过